旅居美国纽约的中国媒体人北风等人最近策划了6425周年重回天安门广场的行动 行动呼吁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关注中国民运和人权的志愿者闯关回国 和中国大陆的民运还有人权人士在2014年6425周年纪念日时齐聚天安门 希望借此机会达到结束一党专制的目标 事实后了6425周年重回天安门的倡议书8月11号在网络上发表 倡议书表明6425周年重回天安门目标是非暴力革命结束一党专制 活动号召在2014年6月4号上午10点万人齐聚天安门悼念6425周年 曾担任8964天安门广场副总指挥的风从德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次行动的最好的结果是我们只要赢一次 他们就永远输了的结束一党专制 他表示要达到这个目标很难 不过发动一场持续一年的维稳系统消耗战是很容易实现的 24年过去了我们还是一党专政的状态 我们仍然没有享受到这种公民的权利政治的权利 那么六四时期所倡导的那些反官党反腐败 要求公平正义要求自由的这样东西到现在仍然没有发生 24年可以是一代人的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等待吗 倡议书呼吁在未来的一年里充分发动全中国过亿的失地农民 城市拆迁利益受损群体 超过千万的近三年毕业后继失业的大学生 以及数百万计的转业后的上访军人 被辞退的民办教师国有银行下岗的员工 那么预计将会有万人齐聚天安门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表达呼声 不仅仅是重回天安门广场 很多人去不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可以在你的家里都可以去倡导去实践 负责对外发布本次活动倡议书的在美访问学者 媒体人北风向德国之声表示 这场运动是同道间自然达成的 不断成行的活动 目前这些同道已经由最初的八九学运前学生领袖 海外民运人士 活动人士 扩研至中国很多网友加入 时至今日 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了 六四事件至今也没有一个说法 倡议书强调 六四二十五周年重回天安门 是时候了 所谓到时候了 就是说 不管是从天使地理人和各个方面 中国的天安门的事情 已经到了非提出来不可的时候了 倡议书指出 现在中国经济状况势如累卵 任何一场能够对维稳体制造成压力的运动 都极有可能成为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是代表了一种时代的心态 就算在此时此刻你要酝酿 你要积累 你要做准备 这个事件不仅仅是孤立的 说是给过去的 它实际上是对应的 对应的当前 以及对应的未来的 我们已经被压制了这么长时间 共产党洗脑 去除历史的记忆的话 我们现在就是要告诉他 这是不可能的 他做不到的 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指出 中共没有资格平反六四 但是中共必须要给历史一个交代 它将无法逃脱末日的审判